好 我发现街机这个事 把别做真的 就是费力不讨好 不讨好的点是什么 没有给到我情绪价值 贾老师 走 我们去小小屋聊一下 给拉走了 这个答案特别好 没有给到我情绪价值 老位置 忙死我了 真的 我一直在那 在那干嘛呢 帮忙 这帮人说我献殷勤 我哪有献殷勤 我多了一句话没说 我一直在工作嘛 你觉得你父母来今天这一天 你有没有什么感受呢 可能一开始我还会有一点紧张 就是面对那种 未知的不确定性的 常见的紧张嘛 所以很快的就调整 你调整的很快我感受到了 但是我一直没有调整好 我看到扩脸门开的那时候 我就超 我就开始已经开始紧张 我希望进山进门 其实说到底是担心他们的评价 会影响你的判断 我会害怕不好的一年 那你对你自己今天的表现 我没有什么表现啊 我一直在这刷板 我感觉跟你爸爸配合得还不错 很奇妙 跟父母相处一天 我大概能了解你从小到大的 这样一个生长环境 但是我可能 会多变一点 因为我在出差的这一天 我有在想要 到底要怎么跟你说这些话 因为我从来没有跟其他人聊过这些 或许你 或多或少都感知到一些 但是我说实话还没有想好 真的没有想好 要怎么跟你去说这些话 什么样的逻辑 什么样的先后顺序 因为我自己也很混乱 是为什么变成这样 但是我小的时候 家境还不错 然后父母都会把最好的给我 但是中间发生了一些变故 发生了一些事情 但是父母还是会把最好的给我 但这些东西我也看在眼里 会让我 就害怕他们失望 所以我想主动担起一些责任 去照顾家庭 让他们变得更好 生活更好 我希望当我的家人 当我的朋友 当我在意的人 说我需要什么什么的时候 我可以说一句 有我 我在 交给我 我希望我自己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我在不断地 渴望进步 你觉得这件事情会困扰你吗 会困扰我 就是它本身其实可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就是我有责任感 我愿意为我的家庭去做一些付出 但如果它强到说让你困扰了吗 这个就是我为什么 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原因 就我不想让大家失望 就包括小屋里的人 包括身边的朋友 我觉得这个厂子冷了 我觉得这个厂子冷了 大家失望了 是有原因的 当我找不到这个原因的时候 我就会陷入自责 我找不到原因的出发点 那我就会把原因归接到自己身上 可能是我做的不够好 然后厂子冷了 那这个感受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一些 我一直都是这样想的 所以我现在被人 那会影响了什么 就这个形态 我很自卑 就它身上有很多的那种 还是不安全感 我很敏感 找不到原因的时候 我会变得 否定自己 具体会怎么体现 比如说在生活中 感情上 工作上 如果我做模特的话 就是在不断地被选择 你只能是 听着 看着 但你没有无能为力 没有办法去改变什么 还有就是 昨天为什么你 拿着花出现的时候 我也会怀疑 我觉得这不是我应得的 包括在做模特的时候 我享受那些闪光灯的时候 我会怀疑 我值不值得被这样对待 然后就不断地在否定自己 怎么就会听一些 阴谋的歌或者是怎么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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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阴谋的歌 就是你会 怎么就是这 怎么表现是吗 对 就没有表现的 你就会 这个是日常 你就会影响你的 工作的状态 还是说 不是 不是 失眠 没有 没有 所有的东西都没有 你说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没有 因为就是自卑这种性格 其实是我 性格的底色 那既然它没有对你生活 造成影响的话 不是 它在影响我的方方面面 你说的那个什么 听一某的歌 工作状态不好 什么的这些东西 其实只是突然发生一件事情的 这样的一个应激反应 但对我来说 从头到尾一直都是这样 一直都是一个自卑的人 你觉得怎样算是一个 自信的状态 或者是你觉得你身边的人 是会表现出 让你觉得 其实我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觉得 你在跟我约会的时候 很多场景 你都做得比我要好 你可以落落大方地去 台上唱歌 你可以 很有想法地表达自己的一些思想 表达自己的一些状态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 自己期望的样子 最后被你吸引到 所以其实你生活当中 大家可能并不会觉察到 或者说你的行为 你的表现 你会觉得我的行为 我的表现 会让你有自信的感觉 但可能你在别人的眼中 也是这样子的 只是我不会去凝视 我不自信的部分 你明白吗 就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 可能自己不自信的部分 我跟你聊到 我觉得我的腿有点粗 那我不会去凝视它 我知道这个是我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 它 我理解你说的 对 去凝视深渊 这是我 这是我自己对自己这样 就是疗愈吗 或者自己安慰自己的一个结果 从我的进步 从我的看书 或者 从各方面 我慢慢在摆脱这样的一个我 对 其实你已经至少 我觉得很多时刻 大家都不会 用自卑去评价 这是 就是从 见你第一面 到第一天投信 再到现在 我所做的这些东西 其实是我自我疗愈的一些成果吧 当我知道自己这样自卑 这样不容自信的时候 我会鼓励自己 所以我会把话说满 就是我要说 我非常好 非常棒 我非常喜欢 鼓励自己去做一些 突破自己的事情 包括中间遇到一些考验 一些碰撞 一些 一些竞争的时候 我也是很不够自信 但是我会 封锁掉那自卑的一部分 我不能阻碍它的发生 不能阻碍它的出现 但是我会把它包裹住 暂时忘掉 然后让自己去体验 去享受 所以这是我变成一个体验派的一个 自我疗愈的一个结果 所以你看老张那次出击的时候 他在那穿鞋就开始退了 他就自卑了 对 然后不确定小时 会不会觉得他好 能感受到他那种潜藏的 就包括我一定要让你 现在给我个结果 那就问你为什么 因为他是害怕 所以我觉得小潘说这番话 真的准备来的 是认真想了 一直在措辞该怎么表达 对 不悲感 然后这种敏感 会让你更在意 对别人的反馈 对你的看法 对 突然有点说到你进口里了是吗 对 我理解 就是那天吧 我看完你写的信 有一封是 你说我值得被选择 我觉得是触及到我灵魂的 我觉得自己有被认同到被坚定的选择 是我一直渴望的 也是我最需要的东西 因为我不够自信 所以我会觉得自己不值得被选择 则被肯定 我理解你说的 只是这些事情是已经如何改变了 对 是生活 是精力带给我的一些东西 它已经发生了 你还要继续困在那个地方 我有的时候不想困在这个地方 但是 说起来容易 但是 多说几遍就容易 就越来越容易 你理解 你还是理解不了 那其实也没关系 我就是想把这个事情说给你听 因为这个是 这个是我最深的秘密了 我希望 你会理解我 所以我 会把什么都告诉你 你说两个人在一起 一加一要大于二 那 如果 他连我的这一些地方都不了解 的话 那对我来说 一加一永远也大不了二 因为你说的这个 没关系 无所谓的 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 不会影响到你所认识到的我 我为什么跟你说这些最底色 最深层的东西 是因为我想你理解我 为什么潘平均会突然 做出一些这种行为 潘平均为什么会有这种要求 潘平均为什么会突然变得反常 我想你理解我 没问题 特别好 没问题 特别好 特别好 就是不要想 我说完了就解决了问题了 对 说出来就是处理问题的吗 对对对 我觉得他其实还是没有 那么完全地理解我 那么深地 改得到我的 想说的表达的东西 我会有一些失落在 但是他也不是我 我光拿嘴说 那怎么能奢求人家 一下子就理解你 其实对我来说 我为什么说这样的话 因为这个事情 往短来说 这几天一直困扰着我 但是长期来说 一直是我 生命中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我性格上最大的一个问题 我在这样的一个场合 在这样的一个奇迹 我把我最想说的话 说给我最信任的人听 那就说完了 那就去解脱了